统航的都知道底盘好开是底盘厂家的功劳 至于内饰呢 这才是咱飞翔工厂真正下了大力气的成果呀 这是最新下线2025款飞翔T8 经典采用百联福特T8底盘 2.3T柴油发动机搭配8T进口柴福 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不仅提速快油耗低 而且它的操纵感真的是非常丝滑 早咱们去室内看看 米黄色的墙体搭配圆木色的地板 进行精致的质感 软装的配色也是设计的很巧妙 暖暖的配色 温馨感和风味感扑面而来 不能的会客厅非常受车友们的喜欢 两张汽车独立座椅采用皮质软包包覆 可以前后侧滑 靠背也可以调节 左右也可以调节 长时间久坐 也不会感觉到腰酸背痛 因为它符合人体工程学 主缚架式还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 能够更加轻易的交流 卫肯定的空间非常宽敞 还要得益于这一张折叠桌 平时隐藏在墙体一侧 不占用活动空间 平时是60x60公分 还固定了茶道桌 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喝喝茶 办公都是能够轻松实现 折叠桌还可以实现再次拓展 拓展之后的尺寸为 120x60公分可以容纳 多人使用哦 前方还有50寸的液晶网络电视 不管是在会客厅 还是在睡卧区 视觉体验感 真的是太棒了 好厨艺当然要配好炉具啦 背面就是进击版的内置厨房 采用电瓶电子炉 内部安装了温度反感器 温度分布均匀 对于一些爱好烹饪的车友们 这可真是太友好了 油烟问题也不用担心 上方有强排出原机和大容量的洗菜池 台面下方还有多个抽屉 这边还有实现内外贯通式的储物空间 对应着外置厨房可以存放炉具 车内外拿去更加方便 旁边还有150升的双开门冰箱 可以储存一星期的新鲜水果蔬菜 还能顺带着带点特产也是非常不错的 上方是微波炉可以偶尔加热一下减餐 做一点小甜笔也是可以的 这种细节化的设计飞翔也是精心的设计 还有超大版本的衣柜 挂衣区叠放区都具备到位了 以后出行再也不用担心 害怕衣服没有地方放了 穿衣镜则安装在卫生间的门板上 兼具了实用性和美观性 卫生间可以使用的面积非常宽敞 两个人同时使用也不会拥挤的 上方还安装了鱼杆的换季扇 洗澡洗漱也不会压抑哦 下方还安装了赛特福德抽拉马桶 让空间利用更加合理 还有吸链盆 全身镜 毛巾置物架等等设施齐全 B型房车里面有三张床 你敢信吗 第一张床 后方的纵床 整个车内视觉更显开阔 使用性更强 目前的尺寸是80乘以200公分 一个人睡下不显拥挤 不要眨眼哦 几秒钟就可以变成一张双人大床 分为一米三乘以两米轻松 睡下两个人 上方的第二柜 人少的时候可以当做储物空间 后辈子也是能够轻易容纳的下的 人多的时候 他也可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 通过电动按钮进行升降 搬着下来 当座床纯重可达300斤 真真切切的可以实现了 一物多佣的设计哦 一三张床位于会客厅 天花板的上方尺寸为 一米三天 两米的尺寸 可以随下两个全年人 床板还是采用铝合金通膚 更加轻量化 另外 如果说这三张床 你都不用来当做睡卧区 它都可以当做储物空间 吊床也不例外哦 再标配5000瓦 那边寄200瓦身体电池 600瓦开轮板 200升冰水箱 和80升的昏雪箱 这款逢车的内饰 我是真的很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吧